新者和死者,陽間和陰間,我算是中間的橋爺 我叫歐陽銘哲,今年42歲 我做了指責差不多20年 傳媒都這樣說,我是陰間設計師很出名 指責的製品都可以做到很新潮 不一定是這麼忌諱恐怖 做過打鼓機、輕民望遠鏡、任堅強遊戲機、堂囊 尿歌、鞋子、汽水機、收銀 1997年左右,那時候不是很流行滑板車的 跳舞尖、機械狗的 然後我就用紙來砌,砌在門口 吸引客人,想著去 誰知道就吸引了一些傳媒 有日本、荷蘭和其他國家來採訪我 加強就經過佛堂的人,來找我 想製成一個結卡和抗音器 燒給他哥哥和家驅 我做的紙紙除了用來燒 有些客人用來擺的,還有用來展覽 通常用竹子,先把它劈好 然後劈好幾尺寸 接著就紙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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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做給女朋友的紙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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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做就幫她做 難的一定有的 其實樣樣未做過也很難 那個女兒很年輕死了 就用本雜誌來說想指勤做這隻高跟鞋 那時候未做到鞋 就去鞋舖看看高跟鞋的形狀 來了一個是兒子 媽媽生前很喜歡這部急塵機 但是過了身後送不到給她 所以給她做一部紙 上年的一個媽媽 那個女兒十幾歲而已 就過了身 然後她生前 經常抱著兩隻猴子來睡覺 我那時候見那個媽媽 收貨的時候很開心 就是說這麼像 一不一樣 很開心 我爸爸一早開紙紮 然後我就 中學畢業之後 就讀了一年半設計 然後就跟我爸爸學 早幾年才 即我爸爸退休 我才接受 我覺得自己 總算是做設計師 不過只不過是服侍陰間的人 那幾個叫什麼 就是主棋公園 整個主棋公園裡面的東西 怎麼做 都沒辦法做 那如果她說 開很高價錢給你 那我沒辦法做不到 你開一千萬 都做不到 就是叫她買金銀衣紙 叫她在下面買 還有嗎